买房事提上日程了 最近就看了 选手家里人知道吗 肯定知道啊 肯定知道 他家人全知道 我家人全知道 奶奶知道吗 奶奶肯定知道 以一个拥抱和亲吻 回应所有的质疑 就在刚刚徐通瑶瑶复合后 首次同框直播 徐通透露 现在已经把买房和结婚提上日程 面对网络上剧本的舆论 徐通表示 如果是剧本的话 不可能让双方父母都知道 甚至更不可能欺骗自己的奶奶 大家都知道 徐通奶奶非常喜欢瑶瑶 把柜子里省赤简用攒下来的钱 亲手交给孙子 盼望着有一天 能够亲眼见证自己的大孙子 早日娶媳妇结婚 经历过分手风波后 徐通瑶瑶成功复合 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后 肯定也会非常开心 徐通瑶瑶两人回应当时分手原因 打游戏是分手的导火索 三月份看婚房前一晚 徐通还在打游戏 熬了一整个通宵 完全不把看房当回事 所以瑶瑶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 长时间的矛盾 在这一刻得到了爆发 不过徐通也是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用自己的真诚 再次打动了瑶瑶 换回了瑶瑶的心 瑶瑶说 他们其实就像正常普通情侣一样 闹矛盾是很正常的 现在两人把话说开了 有问题后 第一时间去解决 是最可贵的一点 如今两人成功复合 相信经历过此次风波后 两人的感情会更加稳固 而徐通肯定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眼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